一念离真 皆为妄想 大家好 欢迎收看佛说 佛说与您一起看遍世间百态 年龄越大 越相信因果 越能明白这个世界上从来没有平白无故 有的只是积怨甚深 种善因才能得善果 如果种的是恶因 得到的恐怕也只能是恶果了吧 而在我们的身边总有这么一种人 他们的日子似乎总是无法如愿 即使付出了自己的全部经历 仍然没有得到好的结果 这或许就和他们前世种下的因果有着极大的关系 以下是一位通灵人遇到过的真实经历 他到底遇到了什么呢 又是什么可怕的经历让他差点堕入魔道 接下来呀 就让我们一起来看看 超度亡灵却欲恶鬼阻挠 2003年秋天 我打理完生意 晚上七点左右回家 当走到三四楼之间时 突然看到仪表妹的灵魂站在墙边看着我 当时我被吓了一跳 我吃惊地问她 莎莎 你死了吗 她对我说 是死了 我随后打电话给姨婆和姨夫 电话那端一边哭一边告诉我 她跳楼自杀了 我脑子一片空白啊 此时 仪表妹的灵魂还站在那里 我本能地说 你跟我上楼进屋吧 就这样 她跟着我后面进了房间 我让她坐在了对面的床上 我说 莎莎 你要听我的引导 让你怎么做 你就按照我说的做就行 我来超度你 之后 我开始上座 刚要开始引导 却看到在她的头上方 有一个铁青着脸 披头散发 半遮着面的女人 表情非常愤怒 咬牙切齿地嘶吼说 她欠我命债 绝对不能超度 这时 我的神识刷的一下 被卷到了一个不停旋转的黑洞 当时非常紧张 有点乱了方寸 因为我从来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 我马上念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接着又念六字大明咒 大悲咒 我感觉天旋地转非常恐怖 我当时把能想起的佛号 咒语都念了 但天还是快速地旋转 就在转速不停加快 已经绝望的时候 我突然想起了宣化上人讲过的一个冷言咒 我念了三遍 刷的一下 神识回到了我的身体 心惊未定 我用手拍着自己的心口说 吓死我了 吓死我了 过了一会儿才恢复平静 于是我对莎莎说 莎莎呀 不是我不救你 真是对不起呀 实在是没有这个能力去帮助你呀 你也看到了 我的命差一点都没保住 看来呀 你所欠下的命债 只有你自己偿还了 莎莎的魂魄不情愿地离开了房间 离奇死因背后 黑手竟是她 这个事情啊 还要从头说起 姨婆和姨夫是军人 就这么一个孩子 从小在部队长大 学习呢 一直名列前茅 上学还曾跳级 二十岁就获得了硕士学位 之后又取得了公费出国培训机会 姨婆当时期望值过高 希望她能拿到博士学位 作为军人出身的他们呀 异常严格 希望孩子有更高的发展 当时呢 孩子的情绪非常不好 跟妈妈说 感觉自己活得没有意思 从小到大 不是自己比别人聪明 而是自己比别人付出了更多 才有今天的结果 但她经常会感觉很孤独 平时又没有朋友 感觉很迷茫 她真不知道 什么时候能停下来 她自己不停地唠叨 我累了 真的累了 为此 晚上睁着眼睛睡不着 姨婆看着她的眼神 有些迷茫 漂浮不定 感觉孩子的情况很不正常 急在心里 她通过一个朋友 找了一位心理医生 凑巧的是 找到心理医生所在科室时 医院告知啊 这位医生家里有急事 来不了了 于是要重新预约其他医生 当时正遇上要考试 家里呢 也就把这个事情放下了 这样的过了两天 姨婆和姨夫就陪莎莎去外地参加考试 就在考试结束那天 她竟偷偷地爬上了七楼的平台 纵身跳了下去 尸体面目全非 惨不忍睹 后来姨婆一直封锁消息 没有告诉亲戚朋友 直到这次通了电话 姨婆才跟我说出事情的经过 包括我看到的 也没有跟别人说 一直到现在呀 任何人都不去提起 怕他们再伤心 其实现在看来呢 他们都不了解孩子死的真相 当时不论是情绪不稳 还是见不到的医生 都是冤魂作怪 也是鬼魂附体 让他跳的楼 是他的大脑脑电波 被鬼魂所影响导致的 恶鬼阻挡不让超度他 无非是想折磨他 让他痛苦 报复他 让他每七天都要 重复经历跳楼之苦 还要忍受饥饿 寒冷等等 让他痛不欲生 得不到解脱 恶鬼为什么这么痛恨他呢 前世到底发生了什么 前世结下的大恶果 依次姨婆和姨夫同去墓园祭奠的机会 让我关到了他们在清朝的那段恶园 原来啊 当时那个恶鬼只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妇人 姨表妹则是当朝的一个官宦子弟家的花花公子 正值春季采桑 那妇人走山路返家 被花花公子看到并强行调戏 妇人刚烈异常 大喊路人 因设于那花花公子的权势 各把路人无人敢管 有些甚至避之而不及 妇人一怒之下 跳下山溅 死相之惨 目不人睹 更恶劣的是 这个花花公子竟派人将尸首 用石头沉入冰冷的河水之中 毁尸灭迹 姨表妹原来前世做过如此恐怖的事情啊 那自杀妇人也成了几世不得轮回的恶鬼啊 想当然是要来疯狂报复的 通过这件事呢 我也善劝世人 不要做对不起他人之事 因果定律 早晚都要还 不论今世来生 没有人能逃得掉 因果太可怕了 不是不报 因缘未到 再次奉劝诸位 诸恶莫作 众善奉行 如有功德 皆惜回向给法界有情众 愿一切众生 离苦得乐 做好这三件事 防止恶果 佛说 因果轮回 做好三件事 可防恶果 那么 是哪三件事呢 一 尽自己所能 去帮助身边的人 仔细观察一下 我们身边会有很多人 需要自己的帮助 当然不是所有人 我们都能够帮得了的 我们需要做的是 尽自己的所能 去帮助身边的人 也许你的能力 是有限的 但是啊 不以善小而不为 当你播散 善因的种子里 你最后得到的呀 就会是善果 帮助别人的时候 不要奢望别人会感恩 也别期待 对方有一天会回报你 也许啊 你今生的所作所为 不过是抱他前世的恩情而已 所谓前世因 今世果 今生的结果 是因为前世的情缘 爱恨 对错 都不重要 重要的是 自己可以无愧于心 人在做 天在看 生活中也会有一些人 配不上我们的付出 没关系的 至于没有做到亏心事 所以半夜也不担心 鬼敲门呢 这对于自己来说呀 就是极好的了 二 别人遭遇困境的时候 不要冷嘲热讽 想想我们度过的这些年 有谁不曾遇到过困境呢 又有谁真的可以与困境绝缘呢 自己身处困境时 想的是如何自救 或是有谁可以帮帮自己呢 所以啊 当别人也和自己当时一个处境的时候 最怕的就是别人的冷嘲热讽 自古锦上添花意 雪中送碳南 无论是对自己还是对他人 这句话呀 都是适用的 只不过有几个人为你添过花 又有几个人为你送过碳 生活或许就是这样的吧 一层一层包开他的心 总会让人泪流满面 就像是剥洋葱一样 当别人遇到困境的时候 不要嘲笑任何人 能帮忙啊 就帮一把吧 如果确实是心有余而力不足 那么也不要做那个看热闹的人 说一些安慰的话 至少是不费什么力气的吧 三 自己不如意的时候 不埋怨任何人 人生不如意之事 十之八九 当自己不如意的时候 不要埋怨任何人 因为啊 路都是你自己走的 所以今天的一切 都是你自己当初选择的结果 埋怨别人 不过是想将现在这个结果的过错 都归咎于对方 想把自己撇得一干二净 你的人生 你自己走的路 与别人何干呢 如果说你连这点 承担责任的勇气和力量 都没有的话 那么也许你的眼界和格局 就只是这样而已 很难再有大的提升了 日子是自己过的 过得如何都是自己的问题 与任何人都没有关系 当你不如意的时候 你应该首先从自己身上找原因 只有找到了问题的癥结所在 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一味地挑别人的错误 自己是没有办法进步的 人的一生花开花落 圆聚圆散 许多事啊都是命中注定的 但是 我命由我不由天 不是说你不能改变自己的命运 只是说呀 你想改变命运的决心有多大 你做过怎样的事 就需要承担怎样的责任 任何人都逃不掉这样的规则 我们都应该明白 路在脚下 你想怎么走 想选择哪条路 都是你自己选择的结果 佛说 因果轮回 做好三件事 可防恶果 钱是因 金是果 万法皆空 为因果不空 我们都应该明白这个道理 在这个道理的指引下 也许我们啊 能够真正看透人生的意义 不要白来世上走一遭 你总该让自己 成为不一样的烟火吧 看到这里 您还有什么想说的 欢迎在评论区评论留言 好了 今天的节目呢 就到这里了 希望此次相遇 能给大家带来收获 如果你也喜欢本期内容 希望大家能给我点个赞 或者留言分享订阅 感谢您的观看 咱们下期节目 不见不散 咱们下期再见 咱们下期再见 咱们下期再见